不过啊 话说回来 你马上要做领导了 这脾气啊 得收敛收敛 不能像以前那么冲了 没办法 气场太强 控制不住 吃吧 吃 我好像 突然有些模糊的印象 你以前 是不是也这样照顾过我 你别想了 你想到的都不是真的 那是为了让我恢复记忆 特意刺激我的是吗 别胡思乱想了 来 可你 不是想让我快点恢复记忆吗 如果你能承认你现在依然爱着我 我也许马上就会恢复 你到底有没有失忆啊 我想起来一些 不过那些记忆总在提醒我 你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所以我感到很奇怪 为什么那个已经和我分手的人 现在却对我这么好啊 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知道 你出了事情之后 我还挺害怕失去你的 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以前 对你太差劲了 老是想退货 现在想想 还真是挺对不起你的 还好 你一直坚持 所以 我才有机会发现你的好 你的意思是 你又开始对我动心了是吧 我也不知道 这种感觉怎么说 我去开门 我 安天 我 还要是我吗 真的假的 我还一直以为这失忆症啊 只会在电视上出现 没想到咱们懒胆也能失忆啊 他这下腿受伤了是吧 这个医生说你能恢复的是吧 要咬人呢这是 在这儿知道疼的 等等 既然蓝道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我们就重新开始吧 蓝道 我是乐乐 你以前很喜欢我的 你还追过我呢 行了 乐乐 你又玩没玩 干吗 我从来没追过你 你明明 看来记忆恢复得不错嘛 我是忘记了一些事情 但不代表你们可以糊弄我 那你还记不记得 上次咱们给淑妃办庆宫宴的时候 你们俩吵得不可开交啊 她说你是骗子 说你欺骗她的感情 她的青春 她的人生 这 这 这 我到底怎么欺骗你了 我说三妹 你跟我们说说 趁她失忆的时候 她怎么欺骗你了 我们给你评评理 说什么呀 我们的事情自己解决 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对呀 你就当我们是调剧委员会的呗 你们情侣啊 有时候是当局者迷 我们是旁观者清啊 特别清啊 别说我们了 说说说你们自己吧 我们这个有什么可说的呀 其实不然的事还没解决掉啊 还没 谁啊 我怎么听不懂啊 装吧 你就给我接着装吧 你们说什么呢 还说悄悄话呢 没什么 你干吗去啊 上厕所 我明天搬过来住啊 你又搬过来住啊 难道我欠你的 喂 我们俩这么多年兄弟了 你不会把以前我经常住你家这事也忘了吧 我失忆了吗 你对我来说就是陌生人了 那好 我去找舒飞 你是在威胁我是吧 这不是威胁 我不是在跟失忆的你商量吗 你又跟倩倩吵架了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 这次啊 看来是要永远撑着了 不是 你去干啥 自从她失忆之后 我就是她的老妈子 那她上厕所你去干吗呢 陪着 真不见外啊 你们两个不是上厕所吗 聊什么呢 舒飞 拜托你让那么快回去好不好 我的头好晕好痛啊 你 我叫他们回去啊 对了 我明天再过来看你啊 又怎么了 你失个意 怎么没把你的坏贫心也给忘了呢 走啊 星天 这 这怎么回事啊 你这儿也有啊 你这儿也有啊 因缘根 总裁 这我 你会这儿呢 对不起 好 我呢